就在Shirley去世的第二天 事件持续发酵 更多的幕后细节以及Shirley的遗愿被曝光 据艺人界的人士表示 Shirley因恶评而非常的疲惫 也曾请求SM公司高层 希望公司层面能够积极地应对恶评 同时有被爆料 Shirley曾经通过经纪人向公司 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与立场 SM公司去年宣布要根除恶评 但表示因为恶评制作者的IP 是被登记在海外 事实上很难查出和处罚犯人 消极应对 只使事件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中所讲到的 有太多人低估了这些网络暴力的力量 就像对抑郁症丝毫不在乎一样 如果在16年Shirley企图自杀的那一次 SM公司做出了相应的预案 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韩国网民这次受到的打击 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 故纷纷地自愿发起了请愿活动 要求加强惩处恶意攻击 根据韩国媒体透露 有网民在青瓦台网站发起了请愿 要求政府修改法律 加强对网上恶意攻击者的处罚力度 今天上午发起的这项请愿主题为 要求强力处罚 害死Shirley的恶意攻击者 请愿发起人表示 如果不加强对网上恶意攻击者的处罚力度 这样的悲剧还是会持续上演 因此政府应该修订法律 来强化对恶意攻击者的处罚 该请愿截至今天上午 小编发稿之时 已经有1500余人参与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 参与人士超过20万的请愿 将会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正式答复 虽然这个数字距离达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这场请愿活动的发生 就足以证明了广大善良网民 对那些暗语商人的键盘侠的痛斥 而最令人伤感的事情 莫过于Shirley的突然离开 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 这种遗憾不仅仅在于粉丝 再也无法看见她填满的笑容 更在于是一个25岁的年轻生命 转瞬即逝后留下了种种人生美好 再也无法经历 Shirley生前在FX组合中 曾列的遗愿清单被曝出 她的愿望多达17个之多 而第一个便是结婚 除了结婚之外 其他16个愿望除了太空旅行 看上去都非常的简单 一眼看上去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 例如潜水大草原看星星 睡衣party纹身野营 下雨天只穿着雨衣走路 去美国留学 学吉他等等 当然有些遗愿 可能在深浅 Shirley已经实现了 比如她就经常晒出 睡衣party照片 还有喝酒吃烤肉的照片 但是有些 她可能再也无法经历 生命的美好 莫过于我们可以尝试 无限种可能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要轻言放弃生命 因为美好 或许就在不远的前方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